每年6月是中共國務院定定的全國安全生產月 今年各地政府顯示 當數都提前佈置所謂控事故之類的活動 仍黨建百年 但在6月1個星期的2天內 就發生了6宗重大事故 造成至少19人死亡 6月4日 甘肅甘槍境內的蘭新鐵路 發生一宗列車撞人事故 造成現場的工作人員9人死亡 這個官方數字 剛剛停在10人以上為重大事故的標準線 據報導 當日開工的人數有59人 事發前列車遲了14分鐘 6月4日 重慶江津中山古鎮發生大火 搬條街道燒成火海 官方表示暫時沒有人傷亡 據報導 中山古鎮是中國歷史文化名震 可參考的歷史有八百多年 也就是百年老街 現在付諸一句 6月4日 黑龍江一家國企煤礦 龍煤礦業集團旗下的雞西煤礦發生事故 官方通報已有8人失蹤 6月5日 湖南長沙一個大型倉庫發生火災 官方還未公布相亡數字 居民中在微博上傳的 由幾十公里外拍攝到的起火影片 畫面就好像火山爆發 6月5日 安徽安慶鬧市報行街 發生遲刀傷人案 疑匪隨後被警方當場逮捕 截至6月6日12時 這種事故造成6死14傷 也就是6月4日和5日這兩天 鐵路交通 火災 礦難 隨機傷人等事故集中發生 由公開的報導可以知道 今年1月至5月 中國各地諸如此類的事故頻頻發生 而5月份的不完全統計 相關熱點事故幾乎一天一宗 地點覆蓋了大半個中國 以礦難為例 6月開始一南一北兩宗四死 到目前為止 全國已發生10宗事故 官方公布35人死亡 1月山東煙台 七霞忽山金礦事故10死 2月山東焦軟金礦事故6死 3月山西華陽集團石港煤礦事故4死 4月貴州黎明能源集團東風煤礦事故8死 新疆富途碧縣豐原煤礦事故21名礦工被困 福建閃遼坑煤礦事故2死 5月山東祖礦集團新安煤礦6名礦工被困 內蒙古赤峰巨心礦業事故1死 在火災方面 沿海省分系重災區 4月5日 中海游泊海一個油田著火 當時有102人開工 4月22日 上海金山聖水電子廠房大火 導致白死 事隔1個月 5月29日 上海石化裂解爐發生爆炸 官方公布14人受傷 網傳至少有2人死亡 其餘廣東、浙江、福建、北京、黑龍江等地 都有工地工廠公司發生火災 也就是這些火災與生產事故有關 而生產事故增加背後 往往涉及經濟下行 直升機事故就是半個月內兩中 5月10日 雲南大里森林大火 消防直升機拿水時聚戶 4月26日 安徽馬安山市 兩架軍用訓練直升機箱撞起火 但到現在具體事故原因 傷亡情況 都未見官方通報 今年除機箱人案也明顯增加 據熱心網友整理這些事故背後原因顯示 涉及了醫患矛盾、土地徵修、理財騙局、長年家暴、無法伸冤的信訪者等 有網友評論 這些隨機箱人案並不是個別事件 被迫報復社會的人 很多是一群被政府拋棄的人 總之今年還未過一半 各種事故連環不斷 令中共百年大慶陰霾罩頂 為何會職取得更多 那些人 有機箱人案 結果 各種動員 會有問題